《双云霜》 那我们灵鳩山的蚕呢 那是从耳更云通作的 耳就是 听 我们叫做 耳眼耳鼻舌生意 耳就是耳根 耳根它有什么现象呢 耳根它就只能说听而没有分别 我们加上这个声跟沉 声就是听到声音以后 我们就跟什么声音 比如说尖叫 那个叫沉 尖叫什么意思 叫做是 跟就是我们的耳朵 只会听 但是它不会分别 如果我们一分别 就是跟 沉就是什么东西 发生什么事情 跟沉三个合起来 它就变成根成世 这个就变成有意识的世界 所以我们要做到无意识的世界 所以它就说要无眼界 无意识界 才能够没有无名 才能够断出身世 才能够无知无得 所以这个禅 就是它必须大乘的一个修行禅 观念是从这种 金刚经的一种的方法 去做到这种 得到禅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果 那么我们灵灸上就是用耳根 听 听什么呢 听这个叫做知手之声 一个手有声音吗 两个手呢 就有声音了 一个手呢 变不出什么声音出来 所以我们灵灸上的法门叫做听知手之声 那么一只手 你听它那个一只手 到底说什么 做什么 有什么声音 从这个角度呢 去进入我们禅修禅定 回到本心的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灵灸上跟大乘 它概念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离相成佛 那么再来就叫做什么呢 观音菩萨的入流往所 所入积极动静恶相 了然不生 如是静正静闻不住 这个叫做什么 绝所绝空 空手空灭 到这个空手空灭的时候 这个是听我们极进修的一个流程 一直听呢 就会到灭盘线前 就是不生不灭呢 才会震的 这是灵灸上的一个修行法 这是灵灵灵灵灵灵灵了